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位人物的萝卜水晶呢? 这个样子长得很像赛罗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这里面有一枚萝卜水晶和一颗口香糖 这枚水晶的三个角是红色的 里面人物的属性是凶狠的凶 那让我们用罗布陀螺仪来召唤这只凶狠的怪兽吧 出现了 它长得和赛罗奥特曼好像啊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让我们把口香糖喂给赛罗奥特曼 哇哦!赛罗奥特曼吃完口香糖变成了巨大化 它一拳就击倒了怪兽 看起来好强大呀 接下来是哪一位奥特曼跟我们分享罗布水晶呢?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 他给我们带来哪一个人物的水晶呢? 这里面的水晶三个角都是黄色的 然后它的属性是机械的鸡 那让我们用罗布陀螺仪 召唤这一只怪兽吧 让我们把口香糖喂给赛文 哇哦!赛罗奥特曼吃完口香糖 带上了披风 力量增强了 艾美丽姆射线 太棒了! 强大的金骨桥机器人被赛罗奥特曼打倒了 接下来又是哪一位奥特曼跟我们分享水晶呢? 是艾克斯奥特曼 而且他还是雷德王的武装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水晶呢? 这一枚水晶三个角是蓝色的 然后它的属性是彩虹的红 那让我们用罗布陀螺仪 召唤这一位奥特曼 出现了好多形态的艾克斯奥特曼 那除了我们用水晶召唤出来的这个奥特曼 还有两位新出现的形态 左边的这一位好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铠甲 然后右边的这一位胸前有两个黄色的光球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武装吗? 最后给我们分享罗布水晶的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哦!原来是雷欧奥特曼 来看一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一位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这一枚水晶也是三个蓝色的角 它的属性是力量的力 赶紧用陀螺仪召唤这一位奥特曼 这一位奥特曼和雷欧奥特曼长得好像啊 那你们知道这一位奥特曼的名字是什么吗? 让我们来喂给两位奥特曼口香糖 哇哦!雷欧奥特曼穿上了帅气的披风 右边的奥特曼拿起了像钥匙一样的武器 好啦!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罗布水晶核玩玩具 这一集给大家带来的四位奥特曼和怪兽罗布水晶 那你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知道的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